好提醒大家 经过了行人穿越道 斑马线看到路人要停下来 不然被罚3600 那接下来这个情况 也会被罚3600哦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就是国道服务区 很多人去上个厕所啦 吃个东西休息再上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最久只能停四个钟头 如果超时的话 可能会被拖掉 还会挨罚3600块 高速公路上的休息站 在五一连假最后一天 车流增加 一台车离开 后方就有车 已经在等待卡位 与以往不同的事 多了警察在停车区 不断来回巡视 原来国道警方 在寻找服务区通报 停太久的车辆 其实这个单子 都是已经停多久了 四小时以上 国道服务区指引用路人 暂时停留用餐或如厕休息 但其实不少驾驶都忽略 只能停车四个小时 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 最近因为实作太阳能工程 停车空间缩减 因此警方加强取缔 服务区内临停超时行为 贴单的话 它会 它是会事先做警告 服务区里面的话 它有在通报的话 我们就以法去做处理 先在挡风剥离前 夹单警告提醒 国道骑队警方也同步 在网路上宣导公告 依照高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 停放服务区 休息站内的车 如果超过了四个小时 不只会被拖掉 移置保管处理外 还会被罚款三千六 四个小时之内 你在里面用餐休息 然后再上路 都是OK的事情 我觉得很合理 我觉得可以啊 因为下来 通常不会待到四小时 大多驾驶支持警方作为 表示停车四个小时 已经够久了 也认为国道服务区的 公共停车阁 应该轮流使用 避免被人长时间霸占 三地新闻 吴昆宇 南投报导 吴昆宇